随着交通的便利化,汽车的普及化,有驾照会开车也随即成为一项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 最常见的驾驶证就是C1了,考取人数也最多 当然这个C1驾驶证也比较难考 可以说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死了很多脑细胞,经历了9981难才拿到的 因此很多人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这个C1驾照弥足珍贵,必须好好珍藏,都舍不得拿出来翻 但是C1驾驶证上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值得重视 1.C1驾照到底能开什么车? 我想有些朋友并不知道,甚至有人会单纯的认为C1驾照只能开手动挡小轿车 其实C1驾照可以开的车型还比较多 在每个驾照本本上都有一页准驾车型代号规定 上面详细注明了各个种类的驾照可以驾驶的车型 驾驶正常规定,C1驾照可以驾驶小型汽车和C2C3 也就是说C1驾照除了可以驾驶小型汽车外 还可以驾驶C2小型自动挡车,C3低速载货车和C4三轮汽车 注意,这里并没有包含摩托车 很多人会这样的误区,就是汽车驾照比摩托车驾照更难取得 所以有C1驾照就可以骑摩托车 所以很多人会拿着C1驾照却骑摩托车上路 实际上只属于无证驾驶,会被扣时而分 二,实际期是多久,能上高速吗? 从拿到驾驶正起,之后的一年就是实际期 实际期内12分,被扣分也不用紧张 只要不被扣完,就算安全度过实际期了 很多人会认为实际期不能上高速 其实只要副驾驶位上是拿正满三年的老司机就可以上高速了 而且实际期一年后就可以正常上高速 三,扣满12分会怎么样? 这对于很多新手司机来说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在实际期内如果被扣满12分 驾照会被直接注销,需要重头考取驾驶证 而且还必须是在一年以后 对于过了实际期的老司机来说 就没有实际期那么严重 只要在被扣完12分后的15天内 到车管所参加为期7天的安全文明学习 然后重新参加科医考试,合格后发回驾照 四,CE驾照是否需要每年一审,有效期为多长? CE驾驶证是不是每年都要审的? 跟身份证一样,有个有效期 只需在驾照过期前申请更新一个就行 一般CE驾照的第一个有效期为6年 在第一个有效期内没有出现扣满12分的情况 申请的第二个有效期自动延长到10年 快点去看看你的驾照有效期还剩多久吧